救護人員出動雲梯車穿梭在建築工地 因為有兩名工人受困在鷹架中 甚至還有另一名工人衰落一樓 情況危急 來 手指解開 來 接骨氣 來 接骨氣 其中一名男子卡在七樓鷹架 被救護人員緊急救出 不過他已經受困將近一小時 頸椎受傷 表情痛苦 有 一事清楚 一事很清楚 男大哥不然是見過一下 事發就在台中南屯區豐尾路上 當時工人們在工地進行塔吊作業 從頂樓 九樓往下一序拆除起重機結構 疑似結構鬆脫 整個爬升鐵籠向下墜 一名30歲工人當場隨著鐵籠甩落一樓 頭骨破裂 送衣不治 另外兩名工人則受困遭押 雙上骨折 我們第一個用雲梯車上去 那第二個 因為他有骨折 我們要給他做固定 也怕他脊椎受傷 所以我們就把長背板放上去 然後在上面就給他做固定 所以會 時間會久一點 我真的都有檢查 每個月我們都有做一些相關的紀錄 檢查紀錄我們都有 我們一切都合法該做的動作 我們都有做了 根據瞭解這棟建築 正在新建一家連鎖影城商場 地上有九層樓 地下有四層樓 是在台中的第二家分店 今年即將完工 沒想到工程收尾 竟然會發生一絲兩傷意外 到底是人文舒適 還是單純機械問題 相關待會要介入調查 這韓志信網上S1小組 台中報導 打掌